大家好,我是彌撒野 人肉是什麼味道? 吃了人肉還可以逍遙法外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變態實人魔 左川正義 左川出生在一個有錢人家裡 父親是大公司的老闆 從小就很聰明優秀 但曾經生過日本腦炎的病 又加上四個早產了 造成特別癌小又多病 身高只有152公分 體重35公斤 讓左川很自卑 常把這結果怪罪在母親懷孕時跌倒早產 家裡又是特別保守 種種原因產生扭曲的性格 小學時對男生的大腿產生性幻想 到國中時看到女生的大腿 產生想吃掉的欲望 後來對西方女子的高大身材很有興趣 在讀東京河關大學時 迷戀過一位德國女老師 在心裡想能不能把她吃掉 於是趁著女老師在睡覺時偷偷潛入她的住宅 但不小心驚醒了女老師後 趕緊逃離 後來靠著父親花錢把事情壓了下來 畢業後到法國巴黎繼續深造 迷戀上荷蘭的女學生 河內哈德維特 以請女生幫忙翻譯的理由 邀請對方來家裡 並對河內表達愛意 但是被拒絕了 於是趁著對方不注意時 用獵槍從後腦開槍射殺 設計後 左川就暈了過去 醒來後 肩絲完 想起要完成想吃掉女學生的欲望 拿出刀先切下臀部 當看到脂肪是玉米色時 感到驚訝 吃下人肉是什麼感覺 左川形容是 柔軟如臭 像鮪魚一樣的口感 兩天內 吃完大部分的肉 拍完照紀錄後 肢解其餘部位 裝進皮小 跑到公園丟棄 但被看到丟了皮箱在湖裡 墓井的人撿起來打開後 發現裡面有沾滿顯的衣服跟人肉 報案後警方徐縣 在五天後就有逮捕左川 父親知道後 花錢請了法國最厲害的律師 讓兒子關了兩年都還沒受審 後來法國的心理學家鑑定 是精神錯亂不起訴 被送往精神病院 之後父親又花錢動用媒體 讓兒子仍引渡回日本 進入了東京都立生哲醫院 醫生診斷認為 左川醫症沒有其聲稱的吃人嗜號 日本警方決定帶補並起訴 但法國警方以不能遞交資料為有 拒絕將搜查紀錄交給日本警方 在醫院不到15個月就釋放 後來左川醫症因為犯罪跟吃人的行為 變成了全日本的新聞焦點 有四家新聞媒體採訪 光這樣的收入就破100萬日元 還寫了幾本小說 常受邀擔任演講與評論的工作 甚至還拍攝一部電影叫安眠室 左川在裡面扮演有心裂帶傾向的偷窺變帶狂 左川醫症在自白中解釋 為什麼女學生會變成獵物 是因為左川覺得她比自己更加健康漂亮 自己是一個軟弱又矮又醜的人 吃了她可以吸收她的能量 承認還是有想吃人的慾望 只是不知道會不會再次去實行 食人某的故事就介紹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內容想看更多的話 就不要忘記按訂閱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Bye